佑达各位全球投資朋友大家好 封路哥我們看到了 由於昨天美股沒有開盤 修飾 台股今天走自己的路 今天續漲了 現在雖然呈現小漲 那投資人也在問 你看今天的電子成交比重 拉高到將近六成了 那如果投資人現在想要買股票的話 他可不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增加自己的持股比例 增加自己的投資金額呢 我想其實 台北股市今天延續了 昨天上漲的一個力道 其實我們從上週四 開始進行轉強 星期五大漲 星期一再大漲 來到今天繼續往上攻 那大家可以發現 基本上電子族群 在最近已經開始獲得青睞 可是我發現到一個重點 電子比重回升上來的過程裡面 它還是怎麼樣 還是在做一個輪動反彈 可是最重要的主軸 是在IC設計 因為補王6415的CDKY 昨天最高來到3700塊 那我說這個東西畢竟太貴 我今天再來一次3720 它不適合大家去進行操作 但它一定是在告訴你這個是趨勢 那我們這一波段跟大家在講 不管是金豪可行 大漲一大端 今年還算反彈高點 那智元今年也算反彈高點 但要不要再去追這些 算反彈高點的股票 不要 因為我發現資金 它其實都在找相對位階低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你要去看 相關的IC設計裡面 在這裡除了那些千元的 像CDKY 信華 翔碩 蒲瑞 這些千元以上的話 那你看公告營收好的3545的 敦泰今天也公告漲停板 好 那4961的天宇今天還是強 這些是本益比 那你再來看 今天的MCU 像49419的一個新唐 都算反彈高 所以電子骨在這邊應該還是主軸 而IC設計才會是針裡面最快的 那我們要去找位階相對低的 而且獲率又好的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今天幫大家看到一家公司 Q1的財報 是季增跟年增都是三女三生 毛利率創歷史新高48.9% 盈益率15.93% 是創37G的新高 淨益率15.15% 創15G新高 DT EPS 0.73元 那這家公司就是代號8054的安國 尤其我看到這家公司 外資過去22天買超17天 而且過去3天 連續買超3天 那重點是 大家聽到我剛剛所說 它的一個第一季的獲利 如果你去比照它去年的獲利 你真的會嚇一跳 因為它去年全年是虧6毛 但是今年第一季就賺7毛3 而且今年的營收 包括像4月的營收 還比去年同期成長39% 那以這樣的一個成長態勢來看的話 它已經開始正式的一個 進行一個大轉期 那去年的一個整理之後 在今年4月進到最高點69.3元 現在離高點還很遠 而股價今天才剛剛站上季限 那外資在過去 我幫大家去算一下 從4月份高點之後 它買到今天 到昨天為止 買了將近3000張 那它這個股價 其實以現在段的一個 營收成長的數值跟動能 還有位界來看 是相對偏低 我覺得投資朋友 你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特別它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特別的一個題材 像今天說到的一個 這個金堡 它的一個泰國廠 這邊是呈現了一個休息狀態 所以相關固態硬碟 那大家知道 它就是固態硬碟的控制晶片 它也是快展記憶體的控制晶片 就是記憶體相關概念 那你看最近 記憶體相關的股價 是不是都大漲 那它有這個題材 豐露老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今天的確受到的這個 泰金堡這個停工事件的影響 所以今天整體的硬碟類股 都往上飆了 而且包括了全球的第三大的 這個硬碟廠商東芝 也說要漲價5% 那可能受惠的 也包括台灣廠商 它可能會有所謂的 轉單的效益 或者說它也要跟著漲價 像是今天我們看到 強勢的威鋼 但是威鋼 今天的股價反而是開高之後 現在的K線來講的話 稍稍留了上影線 開高就有人賣嗎 還是說前一波的 這個套牢賣 還是需要消化 那如果說拉回 可不可以說拉回再加碼 拉回再佈局 好 我想這個就講到一個重點 剛剛佑達在聽我分析的時候 你應該有注意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說我們現在 要去找一些股票 它大漲之後 你不要在這邊再去做追價 那你看到今天是不是 金豪科來到145 它是不是瀕臨到5月初 這個前波起跌點的位置 是不是漲了比較多了 畢竟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才100出頭對不對 那時候又 這一波又上來 已經又漲到140 那當然會有 互利調節的賣壓 那你再看剛剛所說的威鋼 請大家注意 它來到這裡是第一次 來到5月10號跟5月11號 這個跳空缺口的位置 回補了 回補了嘛 回補那在這裡面 是不是往前走 就像佑達所說的 它是從多少上來 它從77塊上來 已經漲了多少 漲到今天110 它漲了快30多塊 那一定會有獲利調節 那你想看相對而言 8054的安國 那其實它下面上來之後 其實它離 它前波的高點69.3 其實離得還相對比較遠 而它的一個獲利生長 又相對比人家來得強 去年獲利其實是虧損的嘛 那今年第一季就轉強 那我剛還沒跟大家報告 它的母公司就是華碩 有一個富爸爸 富爸爸今年的一個NB 是賣到缺貨 國內現在是不是 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NB也賣到缺貨了 對不對 那整體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再加上它自己轉投資的 不管是所謂的一個展會科 那這個是所謂的高速傳輸晶片 安全晶片 還有就是所謂的 另外一家的一個轉投資 公司 在這邊其實獲利整個狀況 其實都很不錯 那我認為它的一個價格 是主要是因為位階低 價格又相對便宜 營收成長 真的投資朋友可以去做留意 當然今天整體的一個電子族群 我認為如果在接棒 好 那除了我們上個星期 跟大家講的面板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最強的還是 我們上個星期 我跟大家報告的彩晶 昨天公道漲停 今天繼續漲 同樣的 它來到缺口附近 它都會出現一些震盪 但如果說投資民 要去做佈局的概念的話 我認為去找 今天又看看 剛開始轉強的 像我昨天跟 昨天跟前天 跟大家 剛開始在講 上禮拜 我跟大家第一次報告的 miniLED 你看惠特 我們昨天在跟大家提醒的時候 它還在160附近 今天已經供到快170 可是它股價還在基线附近 它離上漲的一個 233元的高點 其實還蠻遠的 這個相對來講 也會比較安全 另外的話 最近在整體的 這個漲價題材概念的話 我覺得投資朋友 你可以特別去留意到 昨天已經有一個說 這個是回到了什麼 蘋果供應鏈裡面 新加入的一個部分 裡面3042的經濟 這是所謂食音元件 那你可以看到 這波段已經漲上來 其實可以站上季線 相對大盤來講說 跟大盤的走勢 是不是差不多 可是我反而以為 這都是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看到這六檔 六檔加入的新同學 昨天是一起往上攻 那今天反而是 雙紅有一點休息 雙紅目前 3324的雙紅在盤下 小跌了一塊錢 那昨天它是一個 跳空的形式 那今天是不是說 只要我不要跌破 這個所謂的多方缺口 我還是有續掌的力道 好 這個就牽涉到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請大家去注意 剛剛佑達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也蠻好的 我們就來做個技術分析的教學 還有籌碼分析的教學 昨天 外資是不是賣了1600張 對啊 外資在調節 對啊 外資趁這個機會在調節 那你如果再往去看的話 它其實今年指數 就是在創光的過程裡面 雙紅有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對不對 它從去年12月就開始跌了 所以它這邊是屬於跌色性的反彈 它跟其他的股票就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3042的經濟 那你看它昨天是怎麼樣 昨天轉強對不對 它站上季線之後 整理了三天再往上做攻擊 但我說過 它來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它的一個籌碼 也在外資賣超的情況之下 它現在比較弱 那你回過頭來看 外資在買什麼 外資是不是在買一樣經濟 它一樣實際上它在買的是架高 昨天是神線一個小幅的人買超 一樣在站上季線之後 要整理 為什麼它往前攻 因為架高後面也有一個副爸爸 就是日本的大真空 那它股價我昨天一看 昨天大漲 今天早上還在持續創新高 那它的技術形態 相對的價格也便宜 那仔細一看 它的獲利狀況也很好 它去年第一季是賺4毛錢 今年第一季賺7毛6 4月份的營收 又是比3月份神線月增 年增年增是23% 月增是2.55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再加上日本大母公司 才持續創高 而它股價這個形態 有一點點會突破說 如果說你第一個大量 在4月初的第一個大量高點 然後還有在5月初的 4月底 5月初的第二個高量高點 這高點如果連續性的突破 再加上外資的一個買盤的話 我覺得這個個股 如果突破到前波的41.5 那反而就有形容形成 另外一波的上揚的一個走勢 那我覺得投資朋友在佈局的時候 你可以用不同的一個策略 去做佈局操作 而不是說你今天看到 這個題材好 那我們馬上去做追價 你要去分析它的一個 籌碼狀況 技術形態 我覺得這樣子在操作上 因為來到萬七之上 大家都會非常小心 因為上一次到萬七之上之後 快速的回落 可是這一次在往上走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投資朋友 他特別留意 因為資金已經正式又從傳產股 回流到電子股身上 要好好把握電子股 這一波的一個上攻